我们开始的题目 在三小型ABC中 如果AB线段长等于4 AC线段长等于6 较A等于3分子π 求下一个小题 首先我们看第一小题 我们要求VC线段之长 那么在这里我们使用余玄定理 这VC线段 长度的平方 那么这等于 AB线段长度平方 这是4的平方 加上 AC线段长度平方 这是6的平方 然后减掉 这2乘以AB线段长 这是4 再乘以AC线段长 这是6 然后乘以 这夹角的cos值 那夹角是角A 所以这乘以cosA 那角A是3分子π 我们直接代入 那么这等于4的平方 这是16 加上6的平方 这是36 那减掉 这是2乘以4 乘以6 乘以cos 3分子π 这是2分子1 那这里呢 2跟2分子1 这我们把它约掉 所以呢 这等于16 加36 这是52 那么 减掉 4乘以6 这是24 因此呢 我们算出 这是等于 28 那VC线段长度平方 是等于28 那么我们就算出 VC线段长 这是等于 根号28 那么也就等于 2 根号7 这个答案 接着我们看第二小题 那么我们先清除一下画面 第二小题 我们要求三小型ABC的面积 好 那么 在这里呢 我们以 这三小型ABC 这样的写法来代表三小型ABC的面积 那么 这等于 我们已知条件是 这两边 然后夹一角 所以三小型面积是2分子1 去乘以 这夹边的乘积 再乘以夹角的sine值 所以这里是乘以4 再乘以6 然后乘以 这个sineA 也是sine 3分子π 那么 这等于 2分之1 乘以4 乘以6 我们先得到12 那么 乘以 sine 3分子π呢 我们可以得到 这是2分子 根号3 因此呢 这个相乘 我们就算出 这面积为 6 根号3 这个答案 是1分子 3分子 2分子